哈囉,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歡迎來到的頻道,我是老頭,歡迎回來飢餓龍 今天這一集是我們暫時的最後一集 呵呵,暫時的最後一集 各位看到這一隻就是我們現在這一款遊戲的最終龍 天龍座,這個名字聽起來蠻屌的,天龍座 看起來真的很炫炮有沒有 然後呢,不知道什麼,這隻龍身上的傷痕居然是綠色的 超奇怪的,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呢,上面寫說一隻古老又全能的龍 那種源自未知之地 未知之地 這個,這隻古龍感覺好像就是 這張地圖上面的那些屍骸 地圖上不是有很多那種龍的骨頭嗎 感覺好像就是他們的統列那種感覺 然後呢,這一隻一樣 就是跟上一隻的那一隻賽波佐恩 差不多,波賽佐恩啦 差不多 都是可以這樣子摧毀這個東西,以及可以吞食這些東西 應該都是一樣的 那我先幫他裝上 幫他裝上這些好了 吞噬靈魂,好這個裝看看 最多人裝4隻嘛 我們看一下他的造型好了 他造型這一般的嘛 什麼,德古拉伯爵 速度增加10% 欸還蠻帥的欸 然後這隻什麼 白色飛行物,欸這個有點像是 這隻龍感覺像什麼你知道嗎 那個魔獸世界裡面阿薩斯喔 沒有要亂講的 應該是吧 還是,欸不是不是 上古卷軸是不是 上古卷軸某隻龍這樣,經驗值加5% 超屌的欸 一隻欸,哇這隻 我覺得這隻就不這麼好看了 燒毀王 生命加10% 然後最後一隻欸 鐵尾,哇 機械龍,生命吸取-15% 還蠻帥的欸 好,必須要靠16等才可以解鎖 最高20等 好吧 我們就 算了 我覺得在出發之前來抽一顆好了 手癢 來吧 就是爛東西 收藏 好啦 反正呢 要抽到好東西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不要再浪費錢了 來吧 我們廢話說直接開始 這就是我們最後一隻 然後呢 錦標賽好像今天開放了嗎 錦標賽的話 就是在一分鐘之內吃最多金幣的 好像 結算之後會送更多的錢吧 好像是這樣吧 各位有興趣可以去參加 好不好 這隻天龍座呢 體型大隻速度也很快 跟我們的波賽卓恩一樣 不過呢 感覺整體上啊 這一隻 呃 我現在操作感覺哦 機動性 好像 有悄悄的比這個 波賽卓恩還要再快一點 我我自己認為啊 好 如果沒有裝移動速度 好 就已經覺得很快了 如果裝的話更快 好 下一波是終極爆發哦 把握一下 哇 那這隻等級應該也練很快 你看 莫名其妙升等級二了 勁爆烈焰奔騰 哇 哎 有沒有這麼快啊 馬上就賺了四千多塊錢了 用這隻賺錢那是很快耶 用aksl賺錢好快啊 哇塞 想當年賺個這樣四千多塊就要我的命 啊 那麼辛苦 如今輕合一舉 啊 果然時代在變了 好 不一樣了 就要比以前 大家所認知的網紅 跟現在所認知的網紅 相差甚遠 啊 完全就是不同 不同的模式在進行 啊 時代瞬息萬變 啊 我們不是改變 就是等著被改變 有沒有道理 啊 老頭幹話時間 哎 等一下 這樣子我們可以去吃大媽媽了 我要去吃大媽媽 我現在人在哪裡啊 我們今天來去吃大媽媽好了 Aksl了嗎 等一下 我要怎麼拉哦 大媽媽應該在這邊 應該是啊 呵 沒關係 我們今天 啊 來吃個大媽媽 啊 我們把飢餓殺世界大媽媽剋掉 看會不會拿到什麼 隱藏的成就或者是道具之類的吧 啊 又或者什麼東西都沒有 來 走這邊 非常好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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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沖阿大媽媽我來了 我們去最左邊看一下 就可以知道大媽媽了 在不在 欸對齁這些都可以吃了哎 太棒了 太棒了 現在是這個世界裡面最大隻的龍了 我現在什麼都可以客的好爽哦 不用再避任何的生物了 看到就直接給他咬下去就對了 賺超快的 一趟就可以賺至少快要一萬塊以上 有了 大媽媽咧 哇哇哇哇 我衝不下去了想哭 下面還可以再游欸 下面還可以再游欸 我要怎麼到下面去啊 欸我不能動是怎樣 可惡 只必須要靠一次爆發才有辦法衝得到啊 現在沒有這個怎麼爆發 我想一下要怎麼過去啊 呃我們等爆發填滿之後一路衝到底好了 試試看試試看 現在爆發快要滿了 來來來來 也可以 馬上就軟趴趴沒了好吧 這麼的難過 沒辦法衝 好那我們知道往別地方走啊 我有什麼東西打我 為什麼中毒了啊 為什麼那不能咬啊 是我錯覺嗎 應該都可以吃才對啊 啊對還有那個紅色鬼魂不能吃 大媽媽在下面對不對 這是大媽媽在這裡 好了 衝 我看到大媽媽了嗎 哇好黑喔 天啊下不去了 沒辦法再往下了 沒辦法再往下了 大媽媽也不在這裡 難不成是這下面 搞不好在這裡喔 我看一下地圖 也不對啊 還是說最右邊下面那個才是大媽媽 我們去最右邊下面看一下好了 可惡我就不相信 哇這邊要烈烈奔騰把他融化 我們先多吃一點 先從這裡過去好了 哇靠直接噴是怎樣 那邊就下不去了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為什麼最下面下不去啊 啊我大媽媽去哪裡啦 重點 還是說大媽媽是隨機的 還是說剛剛被我的火焰給噴死了 不知道 哈哈哈哈 啊找不到大媽媽我還下不去 重點 奇怪 可惡 找到找到把你吃掉 耶 然後就這樣子 嗯 沒了 大媽媽就去了 那我什麼東西都沒拿到 可惡 怎麼不放個彩蛋之類的 你放個彩蛋這樣也爽啊 比如說解除一隻新的隱藏龍 大媽媽龍 對不對 啊不是很好嗎 比較有成就感啊 對啊你這個彩蛋放了 非常的不優喔 欸真的欸就這樣咬掉什麼都沒了 好 好吧算了 看來是時候離開這裡了 這個地方呢已經不值得我任何的留戀了 我們要去別地方了 好然後也希望作者呢 快點更新你的圖 好不好 這邊這邊其實沒什麼作用嘛 你要嘛你就從上面繞 對吧 什麼烈焰奔騰 算了勉強燒一下好了 啊為什麼燒不掉 OK燒掉了 對啊趕快做一張星圖啊 我老話我留這隻龍在這裡 也是沒意思啊 真不知道這什麼時候更新 那如果你們知道什麼時候更新呢 可以歡迎提供一下你們的這個資訊告訴我 好讓我能夠即時掌握飢餓龍的大更新 好不好 不然我真的還不知道哪時候更新 你看我已經賺了一萬三了 好我覺得我到時候我應該會把飢餓龍的應該說把天龍座的這個造型全部買一遍吧 因為我覺得他造型蠻帥的 然後那個 波賽賽波 波賽卓恩 然後他的造型也不錯 為什麼叫那麼難念的名字啊受不了 他就不能好好叫做 長條龍 還是什麼裂空座之類的 或許會比較好念一點 叫什麼波賽卓恩 每次都要稍微想一下是波賽還是賽波 還是薩波 還是什麼波賽盾之類的 哇 超好賺 好爽啊 任務完成 累積累積的分數三百多萬 哇賽我已經三百多萬的分數了 欸這是有史以來 我玩飢餓龍分數最高的一次就這一次了 這隻龍簡直是無敵啊 除了這隻幽靈不能吃之外 好不好 我有帶一個會吞噬靈魂的 那個怎麼不去吞噬一下 有嗎他一吞噬嗎 我看一下 去吞他 然後我快死了 他吞的動作也太慢了吧 欸我要死了 那邊有這邊有一個人名 哈哈 笑死 我看我這趟 賺了三百三十五萬的分數 玩了七分半 哦 那又拿了一萬六 幾等一二三四五六 我剩了六等 那我這個叫四十六萬坑爹啊 四十六萬是要搞死人哦 多了新造型 沒有錢 那要你花四百九十七 哦金幣超貴的 我跟你講這個遊戲啊 這個寶石不貴 貴是貴在金幣 自己注意一點哦 哈哈哈哈 好吧 我們再多抽幾顆蛋好了 慶祝老頭抽到史詩級生物 幹貪婪猩猩 我真的打算到時候湊一下這個五十個金 金金金金金金蛋碎片 好我們要考慮看可不可以抽到好東西 又是這樣的東西叫殺 叫殺 可惡我不爽了 我要一次把全部抽完 把錢花光光爽 反正你剩沒幾個 來吧 哇 哇 剩多少 我們可以再抽個三次 我們可以再抽個三次 那全部都是普通 想哭 拜託來個史詩好不好 或者是稀有嗎 也爽啦 幹 最後一個 沒錢了 沒錢了 哇 重重夥伴 二十六 我沒錢 等一下 三十塊錢 算了 不要不要不要 好了都是垃圾 各位還想抽嗎 呵呵 雖然老頭上一集有說過 等到史詩這個機率出出出 變高之後呢 再進行抽抽這個蛋的動作 但是想說算了 反正呢 之後再說吧 好不好 那我覺得這個系列 暫時就先到這裡告一段落了 如果還有什麼新的內容的話呢 老頭會再把它 擺上來拍 好不好 就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麼呢 有重大更新的話 記得回來跟老頭說一下 老頭呢 就會進行拍攝 就這麼簡單 好不好 感謝各位收看 我們今天這個系列呢 差不多就結束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左下角個訂閱 右下角個學會 下方留言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 飢餓龍有機會再見面了 拜拜 安靡 olacak 相片 こと 可以 承了一下 骨頭 發瘋 � 不是 不 Bundesregierung 是